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藏全称为幽名教主地藏王菩萨 在佛门中观音以度灾世的人为主 地藏以度去世的鬼为主 他们都是因普救众生而备享香火之圣的两位菩萨 地藏菩萨因其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深密 犹如蜜藏所以得名 佛典在地藏菩萨在过去世中 曾几度救出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 并在久远节以来就不断发愿要救度一切 最苦众生 尤其是地狱众生 所以这位菩萨同时以大象和大愿的得业 被佛教广为洪传 我们分析分析地藏菩萨 福到天上是去看望母亲 核心就是请地藏菩萨来 讲了讲她的故事 地藏菩萨实际上非常的贴近生活 非常落地 咱们知道地藏法门就是三本经 一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还有一个地藏十轮经 还有个战查经 地藏经它里面没什么大的高深的理论 全是琐碎的事项 地藏十轮经是一个理论的书 是理论系统 地藏战查经 那更是跟我们有关系 可能是佛经里面唯一算卦的 为什么这样呢 主要是因为地藏菩萨 它是贴近我们老百姓的 我们学习它的经典就知道 它是因为两次救母以后 逐渐就发了大愿 要度尽一切地狱众生 后面还讲过 他做过国王来教化自己国家的众生 在后面就没有详细再举例子了 他当了生门绝缘的时候没有举例子 到各地的菩萨国位 也没有再怎么举例子了 一直就到现在的这种状况 我们看到地藏菩萨的状况了 地藏菩萨它是托底的 地藏菩萨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救母 救最低级的地狱众生 这是跟我们最密切相关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托底的 我们学习普贤菩萨 它是菩萨的极致 做到了菩萨的楷模 它把菩萨妙有的东西都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所有菩萨里面 连普贤菩萨都突破了 做到极致的就是地藏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 它是把我们本心妙用的 里面的东西全部的发掘出来了 而且根据我们众生的特性 我们众生容易在婆娑世界里面犯错 容易堕落到最黑暗的地方 那么在黑暗里面能怎么办呢 这个由地藏菩萨来挖掘开发心地的德能 把救最苦众生的这个事承担了 地藏菩萨用大数据分析众生 实际上地藏菩萨也是根据大数据 分析一切众生的分别 跟普贤菩萨一样 它归结了十轮 用十个轮 十种方法 威力来救度一切众生 实际上它是什么都管的 并不是说它只管地狱众生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都管的同时 着重管我们地狱众生 我们犯错误的众生 尤其是犯严重错误的这些众生 地藏菩萨把我们一切人的低点全管了 地藏菩萨我们分析它这个三条线 它最重要的就是 把我们所有社会一切人的低点全管了 我们每个人一定有做的好的 做的不好的 没有说谁都特差都特好 但是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 转化为好的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地藏菩萨就告诉我们 他把这个低点的特性研究透彻了 怎么从低点提升为一个高点的办法 他都给你总结出来了 而且形成了威力 这个是最特别之处 比如说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 到监狱里面去了 到监狱马上就改毁了 但是改毁了 是不是说进了监狱 就一定能够变成一个高点呢 这个是不一定的 我们看新闻经常会说 有些人出狱以后经常重复犯错 尤其是吸毒 包括抽烟 还有酒瘾的 包括玩游戏 游瘾的这些人 从低点上升到高点 非常难 我们在精神层面 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能够克服这种习惯 不再重犯 这个非常的困难 忏悔的原理就是 认识了 发露了 就不再造 但是后不再造比较难 但是地藏菩萨 他就有这个能力 帮你后不再造 认识了以后 还能够后不再造 这是他独特之处 开发了我们本性 德能妙用方面 最了不起的地方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跟我们修身 都有最密切的关系 佛祖阿弥陀佛这些佛 他可能更多的是 社会责任和精神层面 那么在这个 修身齐家治国这方面 相对来说 它是一种教化的作用 不直接参与的特点 但是地藏菩萨 就深入到 我们每时每刻 每个人 每个错误里面去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大家要理解和认识到 这是地藏菩萨 德能的核心的一部分 地藏菩萨 三大特征之一 大威神力 不能说地藏菩萨 来说个道理 完了 我们就后不再造了 我们被说道理 已经说了无数次 我们也说了道理 给别人无数次了 其实大部分 也不怎么管用 那什么管用呢 大威神力 千万记住 得有力量 你没力量 你说我有毒瘾 我就没毒瘾了 这没用 强制进了戒毒所了 单上几个疗程就出来了 说不定 他瘾一饭又跑了 这非常容易 这靠什么呢 靠地藏菩萨的大威神力 把你里面那些根 给你换了才行 把你那个瘾 从你的精神层面 物质层面 给你除出来了 换了去掉了 你才能够真的没瘾 必须这样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条 这靠大威神力 地藏菩萨 其实是有大智慧的 但是智慧的东西 不怎么太说 这主要是说 他的大威神力 非常关键的一条 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就是 用地藏菩萨的经典 来解决问题 尤其是现在 恶着的时代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发现管用 有大威神力 能立即解决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而地藏菩萨 恰恰具备了这个能力 因为佛在地藏十轮经里面 专门讲了 一切菩萨 包括文书 普贤观音 弥勒 这么大的菩萨 他们和地藏菩萨来比 有巨大的差距 地藏菩萨有大威神力 因为他要解决的问题 是特殊的难 所以他具备的能力 也是特殊的多 特殊的高 有力量 这是第一条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地藏菩萨三大特征之二 救度母亲以孝为本 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它是由母而发起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 没母亲你就生不下来的 母就是你的本 孝就是本 一切佛 他累生累世 他都有母 即使佛降生 他也带有母亲 所以这一点就具备了普世性 普世价值 我们知道观音菩萨 为什么被我们喜欢呢 因为他是个母亲形象 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地藏菩萨具备了被大家都接受公认的 这种特征 普世性 这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救母的 谁都离不开这个母 他是个本 这是他第二个最核心的地方 我们现在推广地藏文化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离不开地藏菩萨 因为他就是救母度母的 而且跟我们相关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错 所有的问题 地藏菩萨都能够把我们从最低点转化出来 往高处走 这是最重要的两条 地藏菩萨三大特征之三 落地 实现循环 我们读地藏经 感觉没啥大道理 实际上是他最深奥的 这就讲到第三条了 就是我们学任何知识 理论 学到最高级的时候 一定要返回来落地实现去 开始成为一个循环 如果我们学的理论特别高级 然后就出去开始讲 这只是说了一半 最高级的东西 如果回不到最低级的地方去 回不到最普通的老百姓那去 而且到什么呢 最痛苦的地方 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最黑暗的地方 如果佛法进不到那去 这个佛法它就不够 不完整 不透彻 就不对 地藏菩萨恰恰把佛的这个德能 展现应用到极致 充分到了极点了 也就是说地狱也有佛性 地狱也有佛法 佛也在地狱能起到作用 这个才是佛 它跟莲花是一样的 莲花是淤泥里面 最肮脏 最不好 最不干净 最侮辱的地方 才能生出最洁净的莲花 这就是佛性最充分的体现 所以地藏菩萨之所以最后能够承担重任 被佛托付 而且三次托付 说后面一切众生都交给你了 这个佛没说交给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当然其实菩萨都要干活都要承担 但是总的来说 托付给地藏菩萨了 这就是地藏菩萨 这三个特性在起作用 地藏菩萨是大慈大悲心 永远拥护终生 只要你跟他挂上勾结上缘 念念的求 菩萨一定来加持你的 靠信仰力 如果你信仰得很坚强很坚决 不会中断的 菩萨也会加持你 让你不要中断 你越学越修力量越大 经验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